中国民间这个活力 中国人这种勤奋 这种刻苦 这种钻研 这种物品 世界无人可比 中国人是既为过去也为未来活着的人 为过去要养老啊 为未来 孩子不能处在起跑线上 所以大人猛劲加班 都能处在看上客户工作 西方就是什么 我就为今天活着 明天再说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中国人这种状态 最近 你看9月23号 德国《世界报》里面报道讲 只要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新产品或新构想 中国立即有20支团队致力于此 以便用更好的质量和更优惠的价格开展竞争 人们遇到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竞争者 以前所未有 你说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 像任正非这样的人 有多好的运气 他是国家百千万工程吗 他是哪级政府重量扶持他了 他都没有 生命力极其万强 任正非1983年转移到深圳 后勤服务基地 搞公司 做生意 老人说了 我就不会做生意 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知道 第一笔生意被有人骗了 200多块 买彩电 对方协换跑跑 刚到公司给人亏了200多万 任正非被公司除名 老婆跟他离婚 老婆是公司高管 离婚 带着父亲母亲 弟弟妹妹 创建 集资两万一千元 创建华为公司 就在深圳一个传达室里 就是一个企业传达室里 白天老头三分之一 在前面传达诸多事务 后面华为公司在那办公 晚上就华为公司在那加班 就传达室 老人跟我讲最初创业 就几块万用表 一台试波器 你看最近接受德国美台访 从扛那个货物 老人说呢 没人帮啊 就自己扛啊 扛那些电子散件 帮着组装的 只能扛15米 20码 一等到把扛 因为视线能看见 我扛到前面都被别人偷了怎么办 只能一堆一堆就往前挪 15米一堆一堆就往前挪 好几件一人拿不走 就一个人背着往前一件往前扛 那1987年88年就怎么干 任正非43岁创业 把一个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 在技术拓展 国际化拓展方面 技术创新 国际化拓展方面 国内首屈一指 这种企业发展速度 到全世界哪去找去 前所未有 当年90年代末 华为没有同意拍照 老人在全体大国上讲 华为的全体员工们 我们只有熊啾啾 气昂昂 跨过太平洋 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 我2016年初就在深圳半天 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 下午三点半颁奖 颁到晚上七点钟没有颁完 东南非事务部 西非事务部 南欧事务部 北欧事务部 俄罗斯事务部 荷兰事务部 墨西哥事务部 我这什么公司在这颁奖 跟联合国一样 那最后海外服役十年上员工颁奖 老人还讲那话 阿富汗战乱时 我就看过员工 利比亚开战前两天 我在利比亚 我飞到亚拉克不到两天 利比亚就开战了 我若贪神怕死 何来让你们去义务奋斗 美军空袭叙利亚 前年2017年4月10号 空袭叙利亚 103枚巡航导弹 突袭叙利亚 就那103枚巡航导弹 打击叙利亚的时候 任正非刚刚在 六十小时以前飞离叙利亚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 四级阳台喝咖啡呢 我说任总 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身先速度在第一线 经济学家徐晓年说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第一任正非 第二桃花笔 徐晓年讲呢 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 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家 你就把产品做到极致 你就老大 桃花笔不就会凭老干妈吗 现在弄的 凡有个华人地方 就有老干妈 你看人家做到极致 桃花笔一个大字不识 年仅半百创业 用十几年时间 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创造了故事 创造了奇迹 创造了神话 当年谁看着他了 你这个老干妈 就是扮凉皮的调料啊 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 开始做调料了 做调料没有广告 怎么办呢 也不懂得广告 没文化嘛 坐一瓶瓶的拧紧了 送卡车司机 免费送你吃 卡车司机走到哪吃呢 挺香的又挺香的 就是那个路上 贵州那叫什么什么人坐 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养开了 我们有句话 叫当你弱小时 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 踩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 朋友特别多 陶哈笔当年创业多么弱小啊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陶哈笔讲的话 我就要拼上去 哪怕面对个土匪 我都给你拼上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陶哈笔的理论 上不了我们NBA 也NBA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在 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也NBA案例 一个做出来 你看中国企业家怎么成长 徐耀年说 最佩服就任正非陶哈笔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 都搞过 就见不着陶哈笔 陶哈笔不见的 徐耀年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陶哈笔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陶哈笔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我见谁 别人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就实际 所以我说啊 恩格斯那话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而实践之处长青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家创业实践太厉害了 理论没有概括出来 我们的理论一定要一时间结合 否则离得太远 1980年深圳就是小渔村的 从保安那边过来 到今天成这样 城市建设的奇迹 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这儿出现了 这张照片 就小平通知南云讲话 1992年小平通知南云讲话 最后到了深圳 在罗湖口岸山坡上 看香港 小平通知最大的愿望 香港回归 能够探上香港土地 回去看一看 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回忆 当天小平通知在看香港的时候 站在山坡上 天下着萌萌细雨 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说 我们谁都不敢上去 给小平通知打散 怕干扰他的思路 小平通知站在萌萌细雨中 呆呆地看香港 五分钟六分钟 小平通知最大愿望 香港回归去看一看 后来没有实现 1997 七一回归 1997年2月份 小平通知去世 今天深圳的发展 已经回报 完全回报了小平通知的期望 深圳建设 深圳经济总量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2018 深圳经济总量超香港 完全实现这种发展速度 我说你看中央原来讲 岳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深圳了 原来岳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 是香港 后来是双引擎 香港和深圳 中央对深圳的希望超越大湾区 成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 卓著了全球标杆城市 你看港珠澳大桥建设 就不接深圳 怕深圳超过 你不接怎么办 你不接你就能把深圳撇下来吗 照样不行 我觉得深圳的发展 就充分用自己的实力 向国内 向全世界 展示这种城市的活力 这种创新力 它的生命力 1977年 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齐中勋书记 就讲了句话 面对逃港风潮 他讲了句话 要把我们内地建设更好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中勋也看不见了 其实我们今天正在实现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你看看将来 就这种竞争 互联网上有这么句话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不过没有什么 中国的未来不会由他们创造 未来是劳动 是汗水 是创业创造的 研发创业创造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创业 我们核心 中国人进入这种精神状态 任正非讲了句话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华为的电信技术 领先美国思科 ATT 三年左右 领先艾雷辛诺基亚 五年左右 老人说 我们今天华为真正危险到了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我们过去跟着别人跑 他跑哪 我跑哪 今天我们前面没人了 他们跟着我们跑 我们该往哪里跑 华为真正危机 我说你看我们在今天 基于危机的并存 我们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 百年久亡 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1840到1949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很多从广州发起的 林泽旭的鸦片禁言 洪秀泉的太平天国 曾佐里的洋务自强 康良的戊虚维新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毛泽东的西米族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这三个字 救中国 挽救民族命运为亡 救亡命题不是共产党发起 但共产党了解 1949新中国成立 救亡命题的终结 下一命题开始 1949 2049发展中国 前一百年救亡 后一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历经坎坷 我们后一百年依然如实 但我们在几代人的奋斗 多少人的牺牲 我们今天叫成绩非然 我们从今天看一看 这是美国丹夫大学做的一个模型 全世界经济增量 从1960年到2099年 全世界经济增量 丹夫大学以世界银行做这个模型 你看中国 60年代根本没有我们分 世界排名前16 没有我们的分 我们到了1971年 终于寄身世界前16名了 然后 开始不断地加三 不断地插队了 就是中国 世界秩序就这么排定了 美国超级大国世界第一 日本世界第二 其他欧洲的国家 在后面按照这个排序 中国亚洲都排在后面 亚洲就日本在前面 然后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在逐步地崛起 最后世界大秩序 就是苏联解体到俄罗斯 有大的变化 队伍变化 其他你看大家注意 不断加三的 不断插队的 不断敢超的就是我 进入世界前十 超越加拿大 进入世界前九 一个一个就往前赶 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 中国人不守秩序 不按照排队的规则 你看看 超越巴西世界前七了 超越英国世界前六 1998年超越意大利世界前五 2000年超越法国世界前四名 2004超越德国世界前三 2010超越日本世界第二 有人说我们排了个厉害的 我的国把美国给惹了 有人说我们搞了工业制造 2025把美国惹了 惹的不是这个 是中国的发展 这些统计数字都来自美国的 你看中国发展这个速度 你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加以支持 石油数字到2017 2017采纳石油数字 2017以后还有个模拟 模拟一个虚拟数字 就是根据你的资源禀赋 你的资源 你的人才 你的发展前景 还做了综合的规划 2017以后 它有个演算推算 一直推算到2099 2049 我们新中国成立 100年 就是18大的目标 19大目标 实现伟大的民族性 2049 我们做指标是做到 2028经济走南超越美国 超越之后继续拉开 以美国的距离继续拉开 越拉越大 当然最后大家看 下不美国还要对付印度呢 因为印度追上来了 不是我们朝美国 美国再追不上我们 因为印度要赶美国 下不他好好的把印度够追吧 这就是到2049 到2049 我们经济走南大约超越美国 20万亿美元 大家可以看 这是到2050 我们大约要48万亿 美国27万亿 我最后讲这些话 小成功需要朋友 大成功需要对手 我们弄个小成功 弄个小朋友做小称义 那需要朋友 大成功 我们民族复兴是大成功啊 需要对手 今天干你 明天干你 他让我们不要懈怠 让我们审视自身的毛病 我们改掉自身的毛病 他讲了我们有问题我们改 改完我们更强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需要这样对手 他给我们发展提供了非常强劲的动力 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百年变局的大时代 国际力量格局在较量中剧烈演变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民族复兴的新长征 我们一步步往前走 在座的我们所有 我们都是见证者 参与者 这是我们的幸运 当然后代人可能他们更幸运 但我们这段的幸运在哪里呢 你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大起大福的这样的时代 马云讲了 真正的机会就在别人的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现在真的是心肠澎湃 难以平复 撕开了个巨大的缺口 现场也有很多同学都非常激动 他们还准备了很多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对白时刻中 同学们又会和金老师产生怎样的胖壮吧 我们有必要继续保持这种对外援助吗 金将军 你好 今天这个题目是 《东亚宾夫到民族复兴》 《东亚宾夫》这个词 就让我想起 今年暑假 我在国外做暑期科研的时候 一个经历 当时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做试验 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我是一个Week Chinese 我们知道Week这个词除了说没有力气之外 他有虚弱的这个意思 当时我就联想到了说 《东亚宾夫》 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非常愤怒 我就回答他说 我比你好 因为你是个愚蠢的意大利人 他看我这么回答 就看出我生气来了 他就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点委屈 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一方面 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 对我们国人有这样固有的一些观念 另一方面呢 我们国人在类似的问题上 是不是往往会反应过度 过于敏感了 好的 我想起了我们访美的一段经历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避免两个极端 一方面过分的敏感 一方面过分的不敏感 我就是两个极端 我们都要避免 我们2008年陪同我们国防大学校长的方位 上将 我们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啊 按照美方的礼遇 你应该给你礼遇的 没有礼遇 所有安检皮带都抽下来 所有箱子全打开特别细的翻 我们机票都加四个A 就是所有中国人一上飞机以后 他你安排靠窗口 保证你旁边坐个美国人 绝对不能让你中国人坐在一起 如果你要有事 你得越过这个美国人 所以我们全靠窗口那边 我们校长 上将 外语又不行 我坐到旁边 说不行 你只能坐到后面 你只能坐到后面 就那里要坐下来 后来 就因这种待遇 我直接找了陪同我们访问的 美国驻华的一个海军武官助理 一个空军武官助理 一到安检 他俩就藏起来了 我找他俩 我说向你们监重看 我们是上将团 你们对我们这样 他就给我们解释 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国防部管不了他们 这我们两个系统 我说行 两个系统 我说我们的机场安检 也跟我们军队也是两个系统 我们也两个系统 你们的上将以后访华 同样待遇 他说他说这个问题要反映一下 第二天海军武官助理找我 他说都两个小礼物 结果说 这个送你们王上将一个 这送一个 两个小礼物 你们逍遥气 我说第一我们代表团六个人 你要送礼物送六分 送两分算了算了算了 我说第二 我说我们希望你正式回应 而不是送礼物就完事了 我说我们这会回去要正式反映了 我希望你跟你们国防部也正式反映我们一眼 他挺尴尬 把两个衣服收回去了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回到北京大约不到一个月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我又参加了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维森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主要谈海上避免冲突机制的 结果那个会晤一开始 美国国防部长谢维森就讲 我先插一段 说先有一个问题 我讲一下 美方现在正式向中方表示一个歉意 就是一个月前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我们处理不当 现在正式向你们道歉 我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势力 我们有权利一定要争取 当然没有必要跟他当面翻脸 他说你是We Chinese 你可以用别的话回应他 但没有必要表示愤怒 因为我们今天你跟我开玩笑 我给你开玩笑 我们就开玩笑开玩笑 但是呢 权益是争取来的 不是等待来的 当然权益 我们显示我们强大是可以的 但你对我这样 我要对你这样 一包还一包 这才能征兆 中国人也是捍卫自己权益的 你的国家力量不如他的力量强大 但你内心力量 你跟他内心量一样的 你这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走在世界上 国家已经给我们做了充分的支撑了 所以说我们个人呢 我们既不要过分地敏感 把他都说是想看中国人 另外呢 如果一旦碰见 我们承受到伤害的话 我们也有拿起武器 还没自己的权利 好 谢谢金小军 您看我们是应该选择继续在国内深造呢 还是选择出国留学 之后才能更好的投入到我国这个航天工程的建设当中去 谢谢您 好的 你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 我也举个小的例子 我前不久这个牙出问题 种牙现在不是种牙挺时髦的吗 比如说给你人生第三副牙 种牙在北京排队太厉害了 没办法 我到西安 西安我们四一大 那是全军种牙第一把手 非常好 四一大的校长就跟我讲 我们口腔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我们中国的口腔技术 包括种牙就不要提了 口腔技术比国外 它差了三十年四十年都不止 现在并驾及去 个别朝前 他说你看我四一大 机器人种牙 他说国外都不相信 中国人造假 因为全世界没有机器人种牙 一直到英国BBC 2017到西安四一大 拍摄机器人种牙 然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 全世界相信 中国人搞出机器人种牙来了 口腔非常小啊 治口腔你很痛啊 拼命张大嘴张不大 机器人不用的 一个探头进去看得非常清楚 机器人种牙保证精确度非常高 四一大你别看地处西安 广泛地派学生留学 瑞典 中牙的B族 美国 日本 都是牙科老大 我们今天全部并驾及去 个别感召 就得于什么呢 交流 开放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必然开放大门 我们能出去就出去 能贴近就贴近 尽量学习 充分发挥中文学习 充分地利用 然后才能充足地成长 谢谢金将军 谢谢金将军 移民是怎么看待移民的 移民就真的等于不爱国吗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般人 移民我们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只要他想移 有条件他就可以移 我们经常讲 我们的朋友片天下 全世界都是中国人 那时候多好啊 有人把移民看成一盘散沙特征 我觉得不一定 就是移出去以后 他不一定就是一盘散沙 他讲了中国 还记录自己的国家 他就不是 你比如说全世界最好的例子 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移民啊 他没有家乡 从公元一世纪二世纪 被赶出那片土地 流离失所1800年 全世界分布都是犹太人 欧洲二战 杀犹太人杀600万 但犹太人这个凝聚力非常强 你还可以说他移民 他流落全世界 但是最后重新建国以色列国 即使在没有家园 没有祖国 但他的这种集体自尊 既然保留 当然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 也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不管在世界各地 我们都完成这种精神的凝聚 我就回答了 我们一定可以的 谢谢金教授 金将军您好 网络舆论空间 它在现代战争当中的地位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让习主席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说 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现代化 第二句话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自由不是无限的 自由一定是不影响他人的 当我个人自由无限膨胀 对他人造成干扰的时候 那就必须加以约束 金教授您好 现代战争往往是信息战和科技战 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像过去的朝鲜战争那样 利用群体理念和内心的力量 来战胜现代战争呢 就现代的战争机器 操动越来越容易 所以体力勇敢程度 它的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 但它不能被取代 我们现代化和这个灵魂一血性的结合 你结合再去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军队和一个完整的军人 金将军您好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而言 尚无精神到底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又该怎样去培养和保持自己的一种斗争意识呢 就鲁迅讲的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如果大学生们就觉得我的环境很安逸很优异 缺乏这种激烈的挑战 我觉得那你可能想对的问题 一定要有激烈的碰撞挑战 这些只能是把一人的肾上腺素充分的激发 一个人呢一辈子脑力顶多使用了12%到13% 为什么呢 它没有激发没有刺激 金将军您好 从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 我们就不断的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给他们援助 当然我们的大国风范也赢得了他们的许多好评 但是反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却奉行本国优先的政策 请问您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保持这种对外援助吗 对外援助呢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大国 它并不可少的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分割 其实我们对外援助呢 并不像我们网络上有微信而宣传那么多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 我们今天的援助大量都是什么呢 都是有息的 都是要付长的 付利息的 还本的 你看我们指使 武之师 直升机 我们就援助它 援助它是什么呢 让你无偿地使用两架 因为武器装备要使用啊 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巴基斯坦有 给它用两架 你说援助 它开始攻击恐怖分子 打地面目标 然后不断地发现我们指使人的毛病 一使用毛病出来了 这毛病 我们就需要毛病 我们马上改啊 它那边给我们提毛病 我们马上改 马上改 马上就修改 根据战场修改 你看这个援助 起到很大作用 包括我们最近援助的巴基斯坦的骁龙 骁龙战斗机 不是把印度的米盖二十一给击落了吗 骁龙战斗机打火 那就是我们援助巴基斯坦的 那这个骁龙战斗机打火 那是骁龙一火 是我们成飞也很火 我们成飞出口用了增加一笔 就是现在盯住骁龙的原来巴基斯坦 现在埃及好几个国家都挺感兴趣 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像美国那种到处刷钱到处 我们绝对不会 但是我们会进行这些援助呢 取得我们的效用 我就回答这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你好 我的问题是 现在的青年可能更多的会追求自我实现和个性解放 然后像老一辈他们推崇的奉献 然后和集体主义 您觉得对现在的青年还适用吗 其实呢 老一辈一个一个也都是追求思想解放的 他们都一样的 思想解放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都没有改变 你比如说我在华为 余生东就这样一人 余生东今天华为大佬了 华为中端产品它是大佬了 总负责人了 余生东说呢 他的导师就讲过了 像余生东你的性格 不适合遇到党政机关 不适合遇到企业 你干不成 你就在大学教书 你的性格老是唯我独尊 老是这个劲头 你不行 你到哪儿 你到哪儿